大家好,我是一扬 筋是我们身体上的韧带,极简部分 筋的张弛收缩决定了全身肌肉关节的运动 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运动,全赖于筋 筋柔软,身体才能柔软,才能行动自如 这期我们来分享一个推地筋 地筋在我们的脚上 坐下来将脚底朝向自己 左手将大脚趾向上掰起 现在指的就是地筋 它就在大脚趾脚底的下方 把大脚趾掰起来,它就会显现出来 非常硬的一根筋 通常脾气越爆的人,这根筋就越硬 用手指按一下,就像是琴弦一样 地筋寻星在肝颈上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肝主筋 经常刺激地筋,还可以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地筋的位置找到了 我们就可以用右手的拇指来推按它 自下向上,是一定的力度推按 左脚推完,再推右脚 什么是身体软呢? 实际就是筋脉的柔韧度 我们平常所设的筋,一般就是指肌腱顶端的韧带 也包括皮肤表层的静脉血管 筋的主体是前者,但是静脉血管也具有实际筋的功能 筋最显著的作用就是对身体结构的支撑与牵连 人体的很多部位都与筋相关 地筋就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筋之一 除了用手推按的方法以外 也可以两脚并拢,直立,反复地踮起脚跟 对地筋进行拉伸 或者是采取蹲位,踮起脚跟,往前行走 都可以刺激到地筋 每次刨完脚之后,推按切拉地筋最好 如果刚开始推按会感觉到疼痛,不要担心 多推按几次,这种疼痛感就会消失 疼痛感变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这根筋在变软 经常推按会让人有一种放松感 也能让气血更快地流到全身 可以在每天睡前坚持推一推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这儿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